民眾黨徵召我去台中中一選區選舉的時候 我就講過了 小黨一定要有人到各地去 全國各地去衝撞去開疆批土 我覺得這個開疆扩土 這件事情對小黨來講是非常重要 那我想我就是已經是 就是衝鋒陷阱到這個中一選區 這麼艱困的地方了 我覺得有達出這樣的成績 我覺得還是要繼續把它生根下去 昨天的尾牙 一樣嘛 可能是距離的美感 沒有人通知我 對你現在你問我 我又突然認住昨天是什麼尾牙 對 但是因為我在地方上也在忙的謝票 當時柯主席是怎麼樣希望您來回任中央委員 那是因為發現過去您講的話才是真話嗎 其實我不曉得 因為本來選完之後跟主席聊天 我是跟他講說 我在台中有一些經驗的累積 尤其是台灣民眾一直都沒有做組織的建制這一塊 那我當時我是跟他講說 那個我想幫他訓練一些未來可以參與選舉的年輕人 那他大概是怎麼樣希望您來回任中央委員 他並沒有跟我講 他只是說他找我來就是聊聊選舉的一些感想 那時候我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所以我就只是這樣跟他講 那中央委員這個應該是事後冒出來的事情吧 對 更去瞭解他的確希望您來回到這個兩內的核心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委員你自己會希望接受嗎 還是你會有其他的規劃 我想講結論啦 我因為選後我已經有答應我選區的選民說我會繼續留在台中 所以我也在台中我最近這個禮拜 這一兩個禮拜除了卸票之外 我也是找好了之後要住的房子 甚至我昨天還去買 去看了一台車 因為在那個地方你知道胡言遼闊 對你沒有交通的那個代步 你真的是哪都不能去 因為選舉期間是我們的我們的志工幹部都會載我 但是之後我想還是自己需要有一輛代步的車子 所以大概就是生活手續會留在台中的一些必備的條件 我都已經準備好了 而且卸票構成當中 每個選民都問說你真的會留在台中嗎 我是很肯定的跟他講說會 我一定會留在台中 那中央講回來中央委員他就是一個職位 然後不管在哪裡 那他因為反正有時候黨內也常常開這個雲端會議 所以委員那目前台中生根的話 是就鎖定四年後的立委大選 那因為之前曾經傳出說 這盧秀恩市長希望來找您進入市府當副市長 那個這個單部分來幫我們稍微聊一下 是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副市長這件事情應該是沒有啦 就是選完之後應該是有地方的一些議員 跟民意代表的建議 那所以媒體就去才會去問起這一題啦 那那個盧秀恩市長 因為我跟他講說我去接 第一個是他有他認識商的規劃 那第二個是我也跟他講說 這對我來講壓力太大了 所以就暫時先休息一下 那是不是會在台中會找什麼樣的職位 等休息一下過晚點再跟大家報告 請問會不會擔心說 現在因為跟國民黨比較靠近的關係 會不會黨內的其他同學說話呢 我想不會啦 因為其實主席常講一句話 朋友要多敵人要少 對我來講就是到一個地方來講 就是交朋友 我剛剛講的就是 你到某個地方 你一定要交很多的朋友 不管是年輕的朋友 年長的朋友或樂齡的朋友 我想大家都是朋友 因為委員您這區其實也是 藍白河示範區啦 那目前立院龍頭之爭 那你也會來呼籲民眾黨團 來投給韓江沛嗎 因為像劉錫坤上午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也喊話說他跟 希望跟民眾黨拉票 他跟柯主席也很好 那你自己的意見會希望 到底是要投藍投綠 甚至自體人選 我想台灣民眾黨 現在有霸協的部分區 主要是記得 剛剛那個領導講的 政治部藍早會亮星 他們承接的是這369萬票的民意 那所以一定要做任何事情的話 就回歸到這樣的一個民意的基礎上面 那共同的討論 當然我覺得要團進團出啦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讓大家看到民眾黨的決心 那委員有韓江配跟郵菜配 我沒有任何的想法 其實我補充一下 因為現在基本上 從去年的 今年的這個總統大選 2024的總統大選其實就結束了 那我們剛才跟委員的結尾是 選舉結束了 可是未來的議題還要往前走 其實在野最大的對話基礎 就是要極大化結音的力量 我覺得這是不管是民眾黨的300多萬票 還是國民黨 還是所有六成的民意 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方向 所以呢任何的黨團 或任何的決策 或任何的選舉 如果能夠往這個極大化 把在野監督的力量走 我覺得這才是所有的民眾希望看到的方向 議員會不會想幫韓江配跟蔡偉拉一下 哈哈哈哈 因為基本上 我也不在這裡面 對 因為基本上我們是希望說 不管是哪樣的組合 能夠把這些 像我們國民黨剛才提到的 朱主席提到的五項的改革的要點 那民眾黨他們也有優先要改革的法案 如果這些改革的法案 民進黨不接受 或是不簽署不推動的話 那真的要把在野的力量好好的結合 才能讓這些重要的法案能夠通過 我想補充一下好了 政黨政治是這樣 政黨政治是既競爭又合作 政黨之間競爭是讓各個政黨進步 那合作呢 事實上就是圖利於老百姓 合作的基礎之下 一定是老百姓首會 所以台灣民眾黨這八席的不分區立委 不管他們的決定是怎樣 我覺得大家都會去 就是樂觀看待 因為就是回歸到我講的 他們所承載的是 369萬票的這樣的一個名義 所以他們做什麼樣的決定 我相信黨內通常都會去支持的 委員現在您跟國民黨的距離比較近 那在民眾黨內還有像是 黃珊珊就是可能親民黨 或林國成這些的成員 那會不會擔心說 因為這樣實力同時在民眾黨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意見上比較不一樣 或者是有一些要競爭或交流的地方 我想本來一個國家就是多元文化 那一個黨內一定也是有多元的一些想法 那但是每個人的想法都可以提出來講 那但是最後呢 對外就是討論出一種說法 我想這個才是健康的這個政黨政治的一個發展 所以不用怕裡頭有很多的聲音 而是最後大家要能夠擬聚出來 那最後就是對外講就是只有一種決定 所以台灣民眾黨是小 但是我想這個團結力量大 還是要集體決策 然後對外就是只有一種說法這樣 我幫委員補一句 就是這就是所謂的距離的美感 委員剛才就是特別強調距離的美感 基本上其實委員在台中選舉 對台北這些政治的紛擾其實不太了解 真的不知道 對因為其實 你們都問成這樣 然後每次我都想說 嗯 我怎麼都沒聽過 政治不外乎民意啦 站在跟民眾的角度 站在跟民眾一起的推動的一個檢驗的力道 我覺得就會讓蔡壁如委員 為什麼是一直講真話 一直往前走 而且有民意基礎的 讓他能夠在講話的過程中 其實是跟民眾的主流民意是接觸的 畢業我補充問一下 請問白一點 就是因為您過去做事封閣其實很明快 所以被大家欺負是寫第一次 那剛好三昇姐跟國昌老師也是比較 在作風上大家覺得比較直接的人 那這次選擇不留在中央去台中 會是也擔心會有一些衝突發生嗎 沒有 這個是像這個民眾黨徵召我去台中 中一選區選舉的時候我就講過了 小黨一定要有人到各地去 全國各地去衝撞去開將批土 我覺得這個開將擴土這件事情 對小黨來講是非常重要 那我想我就是已經是就是衝鋒憲證到 這個中一選區這麼艱困的地方了 我覺得有達出這樣的成績 我覺得還是要繼續把它深耕下去 好 謝謝 昨天第五人有參加那個尾牙嗎 那參加的時候有沒有看到其他一些網紅 像是有人有傳說愛麗莎莎去參加這個部分 昨天的尾牙一樣嗎 可能是距離的美感沒有人通知我 對你現在你問我 我又突然認住昨天是什麼尾牙 對 因為但是因為我在地方上 也在忙的謝票啦